依老师 我觉得这个女生 她真的就是想 把她废掉武功 是呢 翅膀一硬就给你打折了 对吧 这工地上辛苦 不能去 开车辛苦 不能去 你要长本事 在工地上成了一把好手 就不听话了 我需要你的付出就是 听话 听话就是你最大的付出 女生所有的恋爱的逻辑 全是这样的 就是你希望她 完全地听你的 天凉了 你就得多穿 下雨天 不能穿短裤 有一种冷 叫妈妈说冷 你的整个恋爱的逻辑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以前 谈恋爱不成功啊 因为人家都不听话 或者说 正常的成年的男人 是不会按照你的意志 去听你的话的 如果真的照你说的那样 完全听你的 那叫不正常 这个男生 我觉得他挺老实 挺实在的 他其实愿意去和你协商 或者愿意顺着你的想法来 但是他也是一个正常人啊 他想要正常地生活 正常地在事业中感受到的快乐 我希望你真的去认真地想一想 你对他的爱 是所谓的爱吗 还是只是想自私地占有 你像我们做妈妈的 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因为我夏天怕吹空调啊 就夜里时候我会关空调的 我觉得吹风会感冒 会生病 所以我也不让我儿子开空调 后来发现真的不是哦 人家是真的热啊 人家真的需要空调 因为他是他 你是你 这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我都经常要反思 我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去带孩子 更别说面对一个男人了 你永远要记住女生 我们有我们自己世界的精彩 而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有我们两个人的精彩 但是他也有属于他的精彩 你不能剥夺了他的精彩 那最后你就只能是被放弃 男生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你到今天开始反抗了 但我依然觉得你反抗的力度很小 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低头 所以造成了他也越来越认为 你就应该听我管啊 所以我劝你真的不能再软弱了 这样下去对你不好 对他也不好 他也认为自己就是全能的 我找一个男人就应该找听我的 他不说他会改了吗 他以前他就说我改我改 就这样 你俩之间 你指望他改我觉得很难 首先你要自己调动自己的能力 他才有可能改变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前提是 男生现在必须站起来了 不要以爱的名义 被对方裹挟 好吗 谢谢 希望你们都成长